开放南加州侨胞一起探讨民进党执政之后多项的改革以及挑战 民进党美西党部最新特别的举办了公开的座谈会 并且透过脸书直播帮助美国的侨胞关心台湾 民进党美西党部办公室主任戴智信表示 这个活动期许民进党早日清除国民党的击毙 以及庞大的共生结构之外 讨论之中也注意到了一些台湾的民众不懂包容 原因之一就是蔡英文以全民总统自居重视沟通 结果却被部分的支持者误解成软弱的表现